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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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往阿福 在 这个臭手不如的东西给我轰出去 是 赶赶赶赶赶 你们要疯啊 我问你 你谁啊 我是李家的当家儿媳妇 二少奶奶 你是被李家轰出去的 不孝子孙 我轰的就是你 来往阿福 站住 站住 给我站住 现在学会撬尾巴了 乍赤巴 你刚才说什么 李家当家媳妇 李家是什么呀 李家有爷们那是李家 我姓李 你姓欧 您那老公是真是假 咱暂且不论 马上就斩立绝了 您说您这一戴罪之身的小娘们儿 跟我凶什么凶呀 我告诉你 说破大天家 这李家他也是我李玉安的 你婆婆还不敢跟我子牛呢 你倒先上了墙了 你说你算个神骂东西 还有你们 狗仗人士的奴才 以后给我老实着点 知道吗 以后这李家是三爷的 把这个来路不明 不知深浅的小娘们儿 给我轰出去 好 好嘞 出去这 走 知道这是什么蛮 你 靠边站 靠边站 靠边 靠边站 靠边站 你妈干什么 要行凶啊 行什么凶 二嫂 我这是在执行家法 你给我让开 这没你什么事儿 我今天非要教训教训 这个不懂规矩的小娘们儿 苏芸 你先逼一逼 娘别伤着你 我看你们谁敢 别打量崇光不在家 你们就敢胡来 就算没有王法 还有天理呢 天理 天理也在老子这边 我跟你说 你要再不滚 我可真动手了 来望阿福 众位佳人 自从我欧书云嫁到李家 那我长家到现在 李家从来没有短过大家一分工钱 穿衣吃饭 娶妻生子 老太太从来都把大家当作是自己的孩子 我做得不够好 可我也尽力去做 谁要是觉得李家 李家到天理没了 这个家跟自己没关系了 那现在就走人 谁要是还念李家一个号 那就跟着我 等我被他们打趴下来 你们就跟着上 死也得收住李家 你还要是 你还要是 李家 李家 我跟你拼了 咱们谁死 我谁是王八蛋 三爷 三爷怎么办 三爷 三爷 你要不要砍呢 是 把刀给我 三爷 三爷 三爷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三爷 三爷 别让他们跑 别让他们跑 我告诉你们啊 别让人都欺负我 我去找人家 我就不信 治不了你们 咱们跑啊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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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舒芸 别跑 来来 您总是 让我照顾重工 延续离家的项目 可现在重工就要没命了 我什么办法都没有 奶奶 你给我几会儿 奶奶 我错了 我禁给李家惹祸了 闯祸不怕 闯了祸就得有担当 男人要担当 其实女人也一样 有担当 日子才能过好 闯了祸就得收拾 但是 实在收拾不了了 那就 从头再起 你去 把那个抽屉打开 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 现在先别看 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打开看看 也许能救李家 也许能救李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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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朋友 你 秦先生 没事 你眼睛全好了 都当护士了 是啊 这还得多谢秦先生 是李老爷帮我把眼睛治好了 我真没想到 我说这两天怎么觉得你眼熟呢 阿四 是不是在牢里啊 您先好好休息吧 秦先生 有朋友来看你 我先出去了 舒芸啊 秦先生 伤口还疼吗 谢谢你 我没事了 秦先生 舒芸姐 你们先聊 我先出去了 等等 阿淳 我是来找你的 找我 阿淳 我让你帮我一起救阿四 你来得正好 二少奶奶正找你呢 二少奶奶要你跟她一起救重光 啊 你来得正好 你来得正好吗 ffentlich 来 孙明 你来得正好 你来得正好吗 怎么办 你来得正好吗 钟哨约 都是孙明 我的家 你来得正好吗 我让我来得正好吗 我来得正好吗 宗都大人驾到 贤大人能闪开 宗都大人驾到 贤大人能闪开 睡活呀 经营大老爷 我冤枉啊 石槟大老爷 我冤枉啊 走开 我冤枉叫救我们 石槟大老爷 我冤枉啊 让他弄 drawer 真是冤枉的 石槟大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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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冤枉 石槟大老爷 你 cane 精信质把你再救 Drop 石槟大老爷 perverse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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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混账 父唐大人说有名喊冤 父唐大人说有名喊冤 岂能这样对待 太狼 给我带回去 是 师哥 师哥别紧了 大侄女 我就不看了 你说吧 是什么东西 伯父大人 只能看不能说 你们都退下 是 老爷 求伯父大人 这是我爹 出事之前给我的二十万美金 还请伯父大人救救我爹 和我丈夫 书云哪 你起来起来 把钱收回去 我和你爹的交情 能用钱来衡量吗 该争的不用你求 我早争过了 你怎么会变得到 你离开 他可能会到的 你这一家 你也不提 我 不得了 你 你 这一家 是 不得了 还来求我干什么呢 我当然是 相信伯父大人的 我知道 提神一心想害我爹 肯定还威胁了大人 不然也不会到 今天这种地步 大人可否告诉书云 打算怎样救我爹 书云也好做点什么 不至于让大人 一个人为难呢 我有什么为难的 大不了这个官 不当就是了 书云哪 我会想办法的 你就回家等我的消息 伯父大人 我打算去京城 在石刹海做个房子 若是我爹和我丈夫的 情况不好 我就带着铁匣子 去阴定桥 来摄政王的驾 我 书云 你认定摄政王 会管此事 摄政王 肯定不想管此事 但是 他怕这匣子 会落到杨记者 后外交官手里 这账上可记着 六月十七日 摄政王修花园子的钱 也是从我公爹手里出的 还转了伯父大人一道手呢 好吧 我就把我的办法告诉你啊 您说 第一步 我们要争取上边来会审 第二步 我们要想法把谋逆反罪 做成玩忽之手 这样 命就保住了 再接下来嘛 那就只能走着看喽 那伯父大人 上面打算什么时候来会审 我早争取过了 这两天清差就会到的 谢谢 谢谢 谢伯父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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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父大人 等事情一有结果 我就把匣子还给伯父大人 外面的杨记者 我就跟他们说 大人 已经解决了我的冤情 站住 站住 拿走 放手 别伤 给我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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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放手 放手 走 站住 站住 别伤 放手 二少奶奶 你怎样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叫你跑 谢谢 快去 麻烦你们回去禀报 就说我说的 今天下午的话 照样算数 但是必须要加上我丈夫 我丈夫他必须平安无事 听见没有 听见了 听到了 是 是 侯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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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的 什么事到我 我离他周岭 听见没有 才有仗义把书传 若与他结婚盟 于我以下当愧算 他一直在跟她一样 你肯定是怎么能不能 我看你 是 你肯定是 能不能拿到我 我看你 你肯定是 我肯定是 你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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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是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 疯了 施大人 看样子是疯了 我看你往哪跑 抓到了 抓人了 你小子还想跑去哪 呸 呸 呸 假的 假的 你小子玩金蝉脱鞘 欺骗本官 极有此理 也算斗胆 还想跑 还想跑 刚才那个呢 跑哪儿去了 跑哪儿去了 真天使 真天使 大胆狗官 造反谋逆 魅禁天良 证据确凿 一律 凌迟处死 诸九族 愿望和秦斩大人 愿望啊 都是他们陷害本官 秦斩大人 明察 明察 明察啊 假的 假的 假秦斩 假秦斩 你是我的秦家镇属 你来了 你来了 事到无尽 你还敢污蔑本秦斩 给我上行 上 上 上 下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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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说 你是包大人身边的小面首 走 我有谁来看过欧洲殖 贵大人 只有护唐大人来过 大人 你喊我 她是装疯 给我找死的打 是 大人 秦差可就要来了 明天会审的时候怎么办 会审前找两个杨大夫 给她打两针镇定剂 让她中锋 这没什么变化呀 回大人 这是没什么变化 那傅大人 提翻人吧 等会儿 等会儿 好久没叫 先落上去 傅大人 您给我们讲讲圣意 先不讲圣 兄弟我呀 刚从英姬立回来 感触很深哪 你知道人家呢 像咱们这排场 这叫三当会审 你知道人家 人家都戴着披肩假发 穿着大黑袍 他们那叫叫 叫托尼 就是咱们这儿的宋师 照说上不了台面 照说上不了台面吧 嘿 人家也戴假发 不过是 短的假发 差不多就正常 这 这都别扭啊 刚开始看着是别扭 看着看着就习惯了 挺好的 两位前辈 我想问你们一句啊 他们那儿 为什么要戴假发呢 这 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傅大人 您给讲讲 您瞧瞧 您问错人了不是 要说去英姬立 那铁大人比我去得早 对对对 那人家知道的比我多 您得先问问他 是不是 对对对 铁大人 您给说说 本官是略知一二 不识之处 还望钦差大人指证 三百年来 英国的上层社会 都行戴假发 以示权威 就像咱们穿官服 戴官帽是一样的 首先要庄重 才能有权威 第二 法官也好 宋官也好 都穿着黑服戴着假发 就表示排除私信杂念 他就不再是自己了 是法令的化身 第三 英国的法律 是以法律为基础的 遵循前例 就是说 只要有法官 在案件中戴假发 那么后面 除非有个案推翻 否则 所有的法官都要带假发 说得真好 真好 尤其是后面这句啊 其实咱们这儿好多人 都不明白 整天要说什么改革呀 革新呢 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呢 其实你看看人家洋人 人家洋人自己本身 就挺尊重传谱的 是不是 是是是 对了 对了 邓大人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知道他们戴的那假发 一边有几个卷吗 这个本官真的不知道啊 三个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您知道英国王室戴的假发 一边有几个卷吗 不知道 四个 六个 对 难道是八个 那不成了卷毛狮子狗了吗 两个卷 就两个 两个 比法官还要少一个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这说明他们的法官 比国王还大 在法庭上一切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胜 不讲胜 哎呀 这就是我认为 英吉利以罪而小活 能够称霸世界的一大原因哪 嗯 两位法官 开什么 啊 啊 啊 开 开谁 开谁 待案犯欧赵新 走 去 岳父大人 岳父大人 我是重光啊 岳父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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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父等会儿这个样子 怎么回事啊 一辑 千干 你什么时候审我 你也配审 等着老东西被卡着的时候 你这当女婿呢 就先做个试刀的吧 欧赵新 别妄想 装聋作哑逃过惩罚 以上事实证据确凿 人正居在 你再无辩解 就只好定案了 田大人 本官两日前去看管案犯 他好像很正常 今天怎么就变成 也就是从前两日起 案犯突然就变成现在这样 本官揣摩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多心不义 良心谴责 他真的疯了 再有就是听说钦差大人要来 他有意装疯卖傻 想侥幸逃过一死 捕唐大人 若指控有不实之处 还望再审犯人 傅大人 谋犯一味的装聋作哑 以本官看 要么动刑让他开口 要么就只能以谋犯罪定案了 请钦差大人裁决 下 这就是 想要的 我走 请赐兔 对 唐大人 你 你 还要不断刑 你 记得我吗 记得我吗 上次我来广州的时候 您 您带我游了珠江 吃了西餐 听了乐剧 然后我们游到一半的时候 还下了小雨 您还附了首诗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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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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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今天我又来了 上次您的诗没念完 戏没唱完 对不对 今天我还在这 这一传的圣诞镜莫丑都在呢 我替您做主 您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冤枉 您跟我说出来 好吗 进进进 不要 不要 饶命 饶命 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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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说到冤情债主 好 可见你平时敛财太多 得罪太多 我告诉你 我就是你最大的冤情债主 我是替着我大清皇帝和天下百姓向你讨债了 你不是 你不是 看着我 欧赵新 你当藩司五年巡抚四年 素以贪财助成 光一个制造局 你就贪污了一两百万和铁大人从你家财超了七千多两 还远远不如一个县令 你给我从事招来 钦差大人说得对 欧赵新 贪污了那么多钱都放哪儿了 再不从事招来就动大刑了 钦差 真的钦差啊 对 钦差啊 钦差啊 对 我就是钦差 我跟你说啊 我上管天 下我地 三道轮回 六道众生 浸在谷中 只要你如实嚼出赃款 老老实实地说出来 我就免你下油锅之罪 好不好 免我下油锅 免我下油锅 去去去 听到没有 免我下油锅 去去去 滚开滚开 秦宅免我下油锅 免我下油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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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刑伺候 是 声和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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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有锅 说什么 声和钱庄 张有锅 快快 赶紧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 扎打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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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兰克里 密码 九九四五 八五八 九四五八五八 还有什么 大美银行 重视 六六一八 零六 A 六六一八 零六 A 还有 大梅云行 史密斯黄 密码 没密码 还有 没了 没了 说 没了 拜托拜托 谢谢了 怎么样 秦差已经开闪了 说你爹精神伟钝 一句话也不说 淑月 还是防宽心一些吧 昨天说你爹疯了 今天又说他精神伟钝 一句话也不说 说不准 这是你爹想的办法的 再说 总督那儿 被你拿住把柄 他应该会帮忙的 你觉得他会帮忙吗 按理说是应该帮忙的 只是铁山 也会有防备 还得 看钦差了 同意 来 大人 钦差大人 布团大人 将军大人 查清楚了 五家银行钱庄都有钱 一共本息合计是白银一百七十六万三千五百九十六两 好好好 可真是荒恩浩荡啊 秦差一到立刻风生水起 破获如此贪赃大案啊 光是这贪末一向就可战力决 铁钢 把他弄行 让秦差大人接着审 不不不不不 还是请傅大人把饭吃完 对对对 说得对 铁钢 拿酒去 其他人先吃饭 吃完饭再接着审 是 这可真是天朝第一巨贪啊 他超过了去年山西巡抚 也超过了三年前的游船部侍郎 大概凭了凭了河山的劲 本官要检讨啊 本官负有失察之责 要不是钦差大人一把揪出他来 这个大贪巨渡就躺在床榻之侧 我 我想想都后怕呀 这个欧范肯定是疯了 我跟他同事这么多年 他要不疯 他死都不会说的 疯不疯的 请钦差大人接着审就是了 不急 大人审案犯的手法 那真是高明 天某 敬大人一杯 高明倒是谈不上 就是两个字 宫心 你看他浑身上下这么多伤 要按照你们这种审法 不但什么都审不出来 还会让人落下闲话呀 大人责备的是 大人 本官想起一句老话 贪者不反 贪者不贪 这样的老话 本官是第一次听说 那本朝的年庚姚和珅 都是又贪又反 难道雍正爷和家庆爷 再无限不成 天大人 你说远了 我是按照常理揣度 老话也有老话的道理嘛 我看了卷宗 特别是听了钦差大人的审讯 本官明白 欧范贪贪赃亡法 穷奢极欲的恶行丑态 可是我着实想不明白 他有什么造反动机呀 再者 本人要请教钦差大臣 圣意向以大局为重 求稳定 如果欧范能以贪污失察定罪 一则显示我朝廷 整顿励志 反贪城府的决心 一则 肇事我大清政局稳定 百姓私安的现状 这岂不尽善尽美吗 反过来 一个封疆大吏 也参与了兵变 百姓会怎么想我们天朝啊 我得说 借别人 放用 务 Energy 行 为何 是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